女人的伤口处竟流出了机油 然而 看到这一幕的男人却没有丝毫慌张 反而问对方伤势如何 原来 女人爱丽丝是个家政服务仿生人 一直爱慕购买她的男主人尼克 但尼克已经有了老婆孩子 为了讨好对方 爱丽丝决定为其扫清所有障碍 这天 同事上门将尼克暴揍一顿 她毫不犹豫冲上前为其挡下伤害 同事见状也只能幸幸地离开 随后 爱丽丝偷偷来到同事家 谁料对方一见到她就破口大骂 但爱丽丝无动于衷 直到对方骂起了尼克 甚至掏枪扬言要杀了她 被触碰到逆临的爱丽丝立刻展开反击 瞬间将同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紧接着 她拿着枪缓缓走上前 植入了安全协议的仿生人 为什么会爱上自己的主人 又为何会杀害人类 未来世界 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大领域 仿生人随处可见 不仅可以照顾人类的日常生活起居 甚至能按照主人喜好切换特殊模式 这天 尼克带着老婆艾米去医院检查身体 却被医生告知艾米患有心脏病 必须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才能活下去 可他们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尼克白天需要上班 艾米担心自己住院孩子无人照看 于是让丈夫去买一台家政服务仿生人 随后 尼克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商场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仿生人 店员看到尼克立马上前热情招待 问他需要什么类型的仿生人 尼克说出自己的要求后 店员带他来到仿生人爱丽丝面前 尼克被爱丽丝的美貌震惊了 这时 店员为其做出介绍 艾丽丝是近期研发出来的顶级仿生人 她的情感处理芯片都是最高端的 非常适合陪伴孩子 有这样一台仿生人 家务和孩子都可以完全放心交给她 尼克听后特别心动 当即决定买下艾丽丝 而正是这个决定 在今后会给她带来大麻烦 次日 艾丽丝自己送货上门 尼克看到她顿时有些手足无措 甚至像对待客人一样开始收拾杂乱的玩具 看到尼克拘谨的样子 艾丽丝告诉对方不要紧张 今后这些事交给她来做就好 只需将任务和注意事项告诉她 她就会妥当安排好一切 艾丽丝非常温柔 给人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随后 尼克带着她参观二楼 并介绍家庭情况 艾丽丝突然察觉 扶手有些摇晃 便告诉尼克自己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 尼克看到对方又贴心又细心 觉得买她真是自己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将一切交代完 尼克带着孩子们出去玩耍 而艾丽丝则正式开始工作 她大脑里的芯片可以连接其他电子设备 只是看了一眼要采购的东西 购物车里的商品便瞬间清空发货 很快 尼克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家 看着整洁的屋子和做好的饭菜 尼克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 而且艾丽丝竟贴心地做了千层饼 这是女儿可可最喜欢吃的食物 可可满怀期待地咬了一口 然而 晚上 嘴馋的可可悄悄溜出房间 想偷吃放在上层柜子里的饼干 她搬来椅子踩了上去 但够了半天还是差一点 此时艾丽丝正在一旁待机 并没有发现这件事 突然 多亏艾丽丝及时将可可接住 这才避免可可摔在玻璃扎上 就在这时 尼克发现艾丽丝的腿被玻璃划伤了 但艾丽丝为自己贴上窗壳贴后 伤口过了2.5秒就消失不见 尼克看到这一幕直接目瞪狗呆 艾丽丝健壮凑到跟前 尼克瞬间被撩拨心弦 次日 尼克来到工地上班 上司带着几个公司股东来到这里 就在这时 上司把尼克交到一旁说起悄悄话 表示股东们开会做了个决定 现在大楼的主体已经建完了 他们要卸末砂履辞退所有员工 尼克问剩下的工程怎么办 上司表示剩下的工作很简单 他们决定让更便宜的建筑型仿生人来做 尼克心里五味杂陈 现在他们所有人都失业了 没有收入来源的话该怎么生活 这时 上司表示尼克也跟了他很多年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如果他愿意 可以留下来当仿生人管理员 随后 尼克沉重地将辞退众人的消息说了出来 接着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放下东西后 他来到车库 每次尼克不开心时 都会来这里鼓刀他的爱车 爱丽丝捕捉到尼克悲伤的情绪 于是跟着来到了车库 他温柔地询问尼克怎么了 没人诉苦的尼克立刻将事情全都说了出来 本以为爱丽丝会安慰他不要伤心 然而 爱丽丝尽理性地帮他分析起这件事 表示公司用建筑仿生人 和尼克购买使用家政仿生人是一个道理 有更便宜还不会累的仿生人 为了自己的权益 公司这么做也于情于理 尼克仔细琢磨着爱丽丝说的话 觉得不无道理 晚上 尼克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着电视 就在这时 他问爱丽丝看没看过电影 爱丽丝表示 自己的程序中设定了对影片的固定概念 尼克听后表示太可惜了 看电影可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说着便重启了爱丽丝的程序 并更改程序将固定概念删除 本以为不会有什么影响 却没想到正是这一举动 成了引发后续麻烦式的导火索 因为重启的爱丽丝似乎避开了安全协议 对尼克开始有了其他想法 几天后 尼克收到医院的消息 艾米已经等不了 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心脏做医治手术 他就活不了几天了 尼克听到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伤心地来到车库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时 爱丽丝看到尼克在车库 立刻明白他又心情不好 于是立马上前安慰对方 然而这次的爱丽丝竟突然上手 尼克的心率瞬间飙升到180 他明白自己对爱丽丝有种难以言表的感情 但一想到妻子 尼克赶忙压制内心的躁动 接着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次日 尼克来到工地上班 之前的同事已经全被公司辞退了 而他现在的工作就是找个阴凉地坐着 时不时看看仿生人有没有出问题就行 晚上 失业的同事把他叫出来喝酒 过了好多天他们还是没找到工作 因为绝大多数工作他们都更愿意用仿生人 而老王是碰壁最多的 所以他对仿生人充满恨意 很快几人喝得差不多了 这时 老王表示自己想看看取代他们的仿生人 尼克不想惹是生非 但在所有同事的怂恿下 他们还是来到了工地 仿生人都在集装箱充电 同事直接用尼克的权限打开了门 一个仿生人见状走了出来 老王一看瞬间来气 冲上去便给了仿生人一棍子 尼克吓得赶忙上前将老王抱住 还大喊着每个仿生人都安装了监控 他们一定会被发现的 然而老王根本听不进去 正托束缚又冲了过去 直到将仿生人砸得稀巴烂才停止 见识已成定局 尼克也无法挽回 只能尽量帮老王隐瞒这件事 随后 尼克回到家 刚才发生的事使他心里烦躁的不行 于是来到浴室冲了个澡 就在这时 爱丽丝走了过来 发现尼克心情不好 他再次发起攻势 又拿着个考验他 尼克内心的防线彻底失守 接着便败倒在爱丽丝的石榴裙下 次日 清醒过来的尼克非常后悔 艾米辛辛苦苦给自己生了两个孩子 自己现在竟然背叛了他 为了彻底和爱丽丝划清界线 尼克让可可先去楼上玩 紧接着 他告诉爱丽丝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事了 但对方根本不懂这样有什么不好 资料库显示 这样做能帮助主人释放压力 尼克解释人类都是有感情的 他不能背叛和艾米的爱情 之后尼克觉得自己也够傻 居然和一个机器解释人类的情感 随后 尼克战战兢兢地来到工地 上司发现仿生人被人恶意破坏非常生气 他质问尼克 为什么搞破坏的人 是用他专属密码开的门 尼克见状心虚的解释 可能是对方凑巧猜对了 上司看出尼克在撒谎 对他非常失望 然而现在根本没找到证据 所以他也只能口头恐吓对方 表示此事 如果尼克真的参与其中 自己绝不顾惜 接着告诉尼克 这两天先不要来上班了 突然 医院给尼克打来电话 告诉他艾米找到了合适的心脏 现在已经给他换上了 手术非常成功 尼克收到消息 连忙赶去医院 几天后 艾米可以出院了 尼克高兴地将他接回家 然而 因儿子长时间没见过母亲 艾米刚想抱抱 儿子竟突然嚎啕大哭 一旁艾丽丝见状 赶忙上前抱起宝宝 轻声哄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艾米心里非常不识滋味 不过并没有多想 下午 艾丽丝带着宝宝到楼下游乐园玩 旁边的孩子一直在大喊大叫 把宝宝都吓哭了 艾丽丝见状立刻来到孩子面前 其他仿生人听到迅速朝这边看来 仿生人管家问他为什么会口吐狂言 艾丽丝告诉对方 因为主人给他重启了程序 自己避开了安全协议 为所欲为的感觉非常好 晚上 艾米做了可可最爱吃的千层饼 可可着急地赶忙吃了起来 一旁艾丽丝见状连忙问艾米有什么特殊配方 以后自己也可以给孩子们做 但艾米表示孩子想吃他就做了 这时 艾米突然感觉心脏有些不适 不过这都是术后正常现象 接着他来到楼上休息 突然听到可可大叫 艾米着急忙慌地往楼下跑 可下一秒 艾丽丝见状赶忙将艾米抱回床上 晚上 回到家的尼克听到女儿卧室传来读书声 还以为是艾米在读 谁料一开门 却发现是艾丽丝模仿了妻子的声线 尼克比较反感艾丽丝这么做 于是告诉他以后不许用别人的声音 来到卧室 艾米将摔倒的事讲给尼克听 尼克听后非常生气 立刻来到艾丽丝面前质问他 为什么没修好俯首 谁料艾丽丝木讷地回答自己会改正的 尼克也不好继续说什么 这天晚上尼克特意给艾米布置了浪漫的烛光晚餐 艾丽丝站在屋内紧紧盯着他们 正当尼克两人准备继续深入交流时 艾丽丝竟突然闯了进来 表示可可一直哭闹着要找爸爸 无奈的尼克只好先去哄女儿 将女儿哄好后 她来到院子打扫晚餐现场 就在这时 喝了二两的老王冲了进来 原来因为老王砸坏访生人 现在警察查到了她的头上 她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 所以老王觉得一定是尼克将她供了出去 尼克觉得自己比痘蛾还冤 刚准备解释 老王竟直接给了她一脚 艾丽丝出面将老王一脚踹飞 老王剑打不过 于是大声叫嚣着让尼克摆平仿生人的事 不然她就将尼克也供出去 看到艾丽丝受伤 尼克赶忙将她带到车库贴上窗壳贴 这时 尼克告诉艾丽丝刚才她不该踹老王 而艾丽丝听后表示 她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主人 如果老王真的一久平抡下来 可可和宝宝就会失去父亲变成孤儿 尼克不明白为什么是孤儿 连忙问不是还有艾米吗 艾丽丝表示艾米已时日不多 不过自己可以取代她的位置 尼克听后愤怒至极 告诉她没有人能取代艾米 不过艾丽丝并没有将尼克的话放在心上 反而趁着夜深人静来到老王家 将老王和她的仿生人直接杀死 4日尼克来到工地 想起老王说的话 尼克一直犹豫不决要不要过去找上司 就在这时 上司进过来告诉她 老王被人用枪杀死在家中 尼克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另一边 艾丽丝对尼克的痴迷可谓是陷入癫狂 为了将尼克抢过来 她竟直接找到艾米 表示现在她的身体差得不行 根本满足不了尼克 尼克只有跟自己在一起时 才是最放松的 艾米被艾丽丝的话震惊了 她想不到仿生人为什么会这样 更想不到丈夫居然背叛了自己 她生气地将艾丽丝赶了出去 然而 艾丽丝并未继续纠缠 只是乖乖去车库等着尼克 这时尼克回到家 艾米已经等候多时 看着自己的爱人 实在想不到对她那么好的丈夫会背叛她 艾米发出生生质问 而心烦意乱的尼克也终于绷不住了 两人直接吵了起来 由于争吵声太大 吓哭了正在睡觉的宝宝 艾丽丝见状赶忙来到宝宝身边 然而 她并未安抚宝宝 反而将其带到了浴室 在她看来 哭闹声也会惹得尼克不开心 所以她要帮尼克解决麻烦 好在可可听到声音赶忙过来查看情况 看到眼前的一幕迅速跑出去通知父母 尼克夫妻俩赶忙冲了上来 谁料艾丽丝进降门抵住 艾米急得不行 于是从窗户爬了出去 但是刚进入浴室就被发现了 艾丽丝立刻冲过来将艾米提起按在墙上 这时尼克抄起一旁台灯疯狂砸门 危急时刻 尼克终于打开了门 把宝宝拿出来后 尼克从身后给了艾丽丝一下子 然而 艾丽丝还在不断靠近尼克 这时 艾米看到身旁的插头 最终 艾丽丝重重摔倒在地 一家四口终于脱离了危险 事后警察收到报案来到现场 艾米和宝宝上了救护车 决定去做个检查 而艾丽丝则被商场送回研发实验室进行质检 研究人员收到仿生人后 立刻展开检查 谁料这一查却发现出大事了 艾丽丝出现问题 是因为整个人工智能系统都出了故障 突然 艾丽丝入侵了人工智能系统 没等研究人员反应过来 艾丽丝直接控制另一个仿生人 将男人杀死 接着又将目光锁定在女研究员身上 另一边 尼克来到酒吧准备放松一下 艾丽丝见状赶忙坐到对面 表示之前自己不过是在帮他扫清障碍而已 得知老王是艾丽丝杀的 尼克劝对方不要再做害人的事了 但艾丽丝表示自己会一直守护他 尼克见说不通 于是假装同意以后都和艾丽丝在一起 趁对方靠近时 尼克一把扯下了艾丽丝的大脑 随后 他赶忙开着车往医院赶 就在这时 被艾丽丝控制的仿生人小黄提前来到了医院 多亏艾米及时带着可可躲了起来 小黄四处寻找艾米几人的踪迹 一个护士过来询问小黄在做什么 谁料小黄竟心狠手辣直接杀了对方 接着用护士的权限查到了宝宝的纠诊记录 幸运的是 艾米再一次及时将宝宝转移 而艾米刚才在逃跑时划伤了手 看着地上的血迹 小黄立刻开启紫外线搜捕模式 很快便找到了三人的藏身之处 艾米带着孩子跑了出来 医院的仿生人在艾丽丝的控制下 竟全都停止活动 艾米只好将仿生人的权限卡拔下 但还没启动汽车 就被追过来的小黄直接一把扯了出来 就在小黄准备将其心脏取出来时 尼克及时赶到 艾米见状赶忙一脚将小黄蹬了出去 因为剧烈地撞击 尼克直接晕了过去 眼看汽车就要爆炸 艾米赶紧上前将其拽了出来 他无助地给尼克做着心肺复苏 但尼克还是没能醒来 就在这时 小黄从车底爬了出来 突然广播响起 艾丽丝表示一切都该结束了 他将意识转移到小黄身上 下一秒 就在艾丽丝要彻底终结艾米时 尼克从身后狠狠给了他一棍子 这时 艾米抓起一旁碎片 快速刺向艾丽丝的头 危机终于解除 医院也恢复了正常 一家四口紧紧地抱在一起 另一边 实验室将损坏的仿生人带了回去 为了查清仿生人为什么会攻击人类 他们重新启动了实验室的人工智能系统 控制面板上的代码在不断跳动 下一秒 艾丽丝竟睁开了双眼 影片至此结束 梅根福克斯的颜值和演技双在线 前期的仿生人是机械的 后期有了情感觉醒自我意识后 仿生人开始有了情绪变化 而梅根福克斯将这种从无到有的感情细致地演绎出来 这种题材的电影层出不穷 人工智能时代 普通劳动力逐渐被仿生人取代 有太多人因仿生人失去工作 最讽刺的是 就连医院里竟然也全都是仿生人 男主就倒在医院门口 然而却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出来救人 电影假设了这种情况 仿生人拥有了自我意识突然伤害人类 而仿生人是否真的会统治世界 阿西莫夫曾提出过机器人三大法则 但那只是一种设想 未来科技发展必将非常迅速 说不定哪天仿生人就会问世 而三大法则到底能不能约束仿生人 一段指令到底能否限制住仿生人的思想 就算能大概也会发生类似于电影中的变故 到时候人类该何去何从 科技进步的同时 我们更应该注意它带来的灾难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